台湾市的轨道经济在渡经 捷运绿线四伟国小居住站联合开发大楼工程 是终结土地开发首案 全动规划店铺及办公室的商办大楼 投资金额预估超过17亿元 这天举办开工动土典礼 秘书长黄从典表示 此开发案是一个大众运输导向开发案 未来工程案完成后将会带来人流及服务量能 对于地区未来的贡献 将会有很大的贡献 武师线上豪彩头祈求工程一切顺利 台中市的轨道经济再创里程碑 捷运绿线四伟国小居住站联合开发大楼工程 这天举行开工动土典礼 是终结土地开发案中 第一建全动规划店铺及办公室的商办大楼 四伟国小站也就是居住站 今天做开工典礼 这个开工这个建设是由贯德建设 所投资跟市政府做联合开发 那它是第一个我们在联合开发里面 用这个做办公大楼的一个投资案 居武站联合开发案是继文华高中站土地开发大楼后 台中捷运第二栋土地开发大楼 投资金额超过17亿元 预计将新建地上22层地下5层 共113户店铺及办公室的商业办公大楼 打造多方位机能的捷运生活圈 本案是临近于捷运轨道 施工的安全是更为重要 除了要落实公司严有严谨的一个施工的标准做法之外 我们本案还有增加了升级的监测 以及临轨的防护作业 特别的期许我们现场的施工同仁 我们在这边一定要延续全省轨道 施工临公安的这个记录 物品一掉落 警报声也立刻响起 由于工程案紧临捷运设施 建设公司除了落实公安 更增加升级监测及领轨防护政策 也将与捷运公司和市府团队保持密切联系 打造出捷运高品质连开产品 记者杨中环台中采访报道